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省事儿 好吃 不胖 健康的饮食 实际上就是炒米饭 但这炒米饭呢 它因为用的佐料不一样 所以炒出来非常好吃 还非常健康 我给介绍一下 这炒米饭所用的东西呢 两个重头戏 一个是虾仁 一个是辣白菜 配料呢 里面有鸡蛋 黄瓜 胡萝卜 葱花 蒜末 还有青豆 主食呢 是棕米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看看怎么炒 首先是油 特级葱 头葱就是生抽 需要这两个材料 先炒鸡蛋 先炒鸡蛋 把鸡蛋炒出来 胡萝卜跟青豆 基本熟了 倒出来备用 夹着鸡蛋 虾仁之前呢 要搁点盐 这是盐 这是盐 我自己是粉盐 搁一点胡椒粉 给它搅拌 腌一下 现在开始炒虾仁 搁两片姜 把姜炸一下 这样呢 为了让虾仁去一下腥 然后搁蒜末 这个虾呢 今天我们这有点多 所以不做这么多虾仁 也可以 把虾仁剪成两段 小一点也可以 大家记住啊 这虾仁是炒得 基本上快熟了的时候 虾仁搁在一边 这边来煸 我今天搁的大白菜也多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有一点辣 实际上呢 如果按照你自己的口味 你要不喜欢大白菜太多 也可以少做一点 这大白菜啊 把这个虾仁这样 一咕咚吧 一闷 就一点都不兴趣了 大白菜跟虾仁 炒成这样 基本没有汤啊 虾仁也熟了 大白菜的味道 也入味儿 也入到虾仁里面 最后一道工具是炒米饭 油呢 就是根据你自己 喜欢吃油多点 或油少点 这炒米饭啊 我的秘诀是 葱要分两次 第一次就是在 方炒的时候 喝里边 把它内微的煸香一点 最后呢 葱和黄瓜 在熟的时候再把它炒 然后再煸蛋了 炒米饭 一定要时间炒得多一点才香 别拌了两家就出来 不好吃 所以一定多炒米饭 炒米饭 然后炒米饭 然后炒米饭 然后开始炒米饭 然后开始炒米饭 炒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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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吃吃肉的呢 還可以切點肉片把它發了熟了 也可以割 如果不喜歡吃醬油的 這時候就割點鹽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家人都喜歡吃醬油 所以最後我煎一點頭抽 這樣就比較香 這時候把它炒勻了以後 快出鍋的時候 再割黃瓜 給這炒的熱火 最後一道的蔥 因為我這是大口 如果小蔥也可以 然後一點兒抽抽 OK 大家看著漂亮嗎 一會兒等著吃嗎 歡迎大家到我們家做客 我給大家做飯去 我媽做完了 現在是我試吃炒飯的時間 太吃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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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這個蝦兒 好現在我要嘗一嘗 這一口裡面得有蝦兒 有Kimchi 有黃瓜條 什麼都有 好熱 這個雞蛋太好吃了 特別簡單 一定要試做一下 太好吃了 快點 快點 摘